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我做过三到四期的视频来介绍 如何搭建一个科学上网的代理工具 有很多小伙伴通过我的方法 顺利的搭建成功了 属于个人的代理工具 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 我都会特别的开心 因为感觉到自己的视频能够帮助到别人 当然有的小伙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 提供科学上网代理工具的机场 这些机场大多数都提供几十条 甚至上百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理路线 而且这些代理路线的速度都非常快 也不用自己琐碎的设置 买了之后就直接可以用 而且费用也比较便宜 最低的话100多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年 即使你选择IPLC 再贵的话也不会超过600 所谓的IPLC也就是专线直连 IPLC的特点是流量不经过防火墙 因为这类代理他们都是采购了 企业级的直连专线 所以延迟很低 速度基本上也都能跑满你的千兆带宽 既然机场这么好用 价格又不贵 那么为什么我要费尽心思 去搭建一个自己的代理工具呢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最开始接触代理工具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2021年Google宣布退出中国 在大陆地区无法直接去使用Google搜索 而一直用惯了Google的我 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 百度的那种搜索结果的 所以当时就绞尽脑汁去想 怎么样去使用代理 突破防火墙的限制 也因为在读大学还比较穷 所以也不去考虑付费购买代理工具 所以就开始去研究 怎么样去搭建免费的代理工具 当时第一个接触到的是GoEngine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大家 还有多少人会知道 GoEngine的这个代理工具 它是基于Google API服务器的一个代理工具 我记得当时这个代理工具搭建成功之后 它的访问速度只有每秒几十KB 最多的时候也就到两三百KB 那个时代大家去代理出去 更多的也就是用Google搜索 推特和Facebook这些应用 视频内容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 所以这点网速也完全够用 我整个大学期间就是靠GoEngine 自己搭建的这根小水管 来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到了2015年 GoEngine的开发者被迫删除了项目 我也逐渐的开始停止使用这个工具 再加上工作之后有了自己的收入 可以购买更加稳定的付费代理服务 付费代理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还记得当初第一次购买代理打开之后 哇 我就感觉到快 另外服务器也不用自己去维护 只用把代理上提供的代理链接 粘贴到代理客户端就可以直接使用 后来有了看国外高清视频的需求 比如YouTube开始提供4K视频内容 奈飞上有大量的4K资源 然而之前我购买的代理的速度 在4K视频面前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 打开一个视频往往要加载很久 所以说我又开始了解到 IPLC专线直联这种代理服务 虽然价格比普通的代理要贵上近一倍 但我还是去尝试了一下 体验的效果大大超出我的预期 不仅访问速度更快 打开4K视频基本都是秒开的 而且因为服务器是不经过防火墙的 所以即使在像国庆节这样的敏感时期 服务依然不会受到干扰 一直都是稳定运行 所以在2015-2019这4年的时间内 我一直都是使用付费的代理服务工具 直到2019年底 我才开始去研究 如何搭建个人的代理服务工具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需求呢 原因是在2019年底的时候 我开始准备办理美国的境外银行 我办理美国银行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炒美股 早在2018年的时候 我还可以通过国内的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 成功向盈透证券直接汇款入金 速度还比较快 三个工作日就到账了 但是到2019年的时候 外汇政策就开始收紧 当我再次有美股入金的需求 通过农业银行向盈透证券汇款的时候 就直接接到了银行的电话 说国外的投资机构没有办法去汇款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需要去开通办理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 刚好在差不多2019年这个时间段 华美银行旗下的Velo 开始在中国推广业务 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申请了Velo账户 账户基本上是秒开了 开户成功之后 又通过国内的建设银行成功的入金 然后绑定美国的券商账户 如果你使用的是德美利证券 通过HCH可以实现资金 在半个小时内就入到券商的账户 这个体验基本上赶上 国内的银证转账的速度了 然而美好的事情 往往是比较短暂的 正因为Velo极低的开户门槛 造成了短时间内有大量的中国大陆人 去申请开户 也因为Velo的开户身份验证 形同去设 所以就造成了大量虚假开户 另外由于短期内太多的国内资金 汇到Velo的账户 引起了国内监管的注意 所以国内银行对于Velo的汇款路由 进行了封锁 目前已经没有办法 直接从国内银行汇款到Velo的账户 而Velo也加强了封控 比如我自己的账户就在2020年被关闭 账户里的余额也通过现金支票寄回到了国内 我拿到现金支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考虑这个现金支票要怎么处理 最终我并没有选择在国内银行把支票兑现 而是选择再办理一个美国银行账户 把现金支票通过手机银行扫描存进去 因为资金好不容易变成美元出去了 我个人是不太愿意再让它变成人民币的 我付费花钱开了美国银行账户之后 为了避免像Velo银行一样被关户 我就开始去研究如何去规避美国银行的风控 美国银行的风控和国内银行的风控有什么不同 通过一定时间的研究我发现 使用美国银行的时候 用一个独立的美国IP登陆网银是至关重要的 而购买的代理服务就不能满足这个需求 因为我们购买的代理服务 这个代理服务机场的每一条线路 少则几十人几百人 多则上千人在同时使用 如果说用这样的IP去登陆银行的网银 那么有极大的可能性 银行会断定我们的登陆是有欺诈风险 然后就会对我们的账户进行风控锁定 而自己搭建的美国IP 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使用 所以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开始再次着手去研究 怎么样去搭建一个个人的代理服务 我是一个技术小白 从来没有学习过编程 或者是任何专业的计算机知识 但是既然决定要做一件事情 那么方法一定会比困难要多 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也有这么多的图文或者视频资源 我相信自己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说干就干 通过Google搜索 以及自己不断的摸索尝试 到目前为止 我终于掌握了一套 从零开始搭建自己代理服务器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期视频 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所以本期视频就不重复介绍了 感兴趣的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上面的链接观看 回过头来讲 我做本期视频的目的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是想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 能够给到大家一些 如何选择代理服务的经验 如果说你平时的需求就是 使用Google搜索 使用境外的社交网站 偶尔去看一看YouTube 高清视频的需求不是很大 那么购买一年一两百左右的付费代理服务 是最优的选择 而如果动手能力强 可以自己搭建代理 购买一个便宜的服务器 一年一百人民币还不到 如果你是一个重度流媒体视频的使用者 经常会看YouTube 4K 奈飞 迪士尼 这些流媒体服务的话 那么强烈去购买一个 有IPLC专线服务的代理服务 这样的代理服务 基本上能够做到4K视频秒开 甚至看8K视频也不在话下 感受不到卡顿 这些代理服务的价格 基本上是每年300到600左右 虽然价格比较贵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使用过专线代理之后 肯定都是回不去的 如果说你对隐私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独立的IP服务器 也会使用美国银行的服务 还有一些海淘网站 这些对IP限制比较严格的网站 那我最好的建议是 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独立的IP代理服务 自己搭建代理服务器 需要多少费用呢 首先搭建代理是不需要花钱的 现在有很多免费的搭建代理工具 这部分费用主要是购买服务器的费用 也就是购买VPS的费用 一台独立的VPS服务器 基本上每个月在5美元左右 最省心的选择是通过数字海洋 和Outland组合来进行搭建 一个月5美元基本上一键操作 不需要任何代码知识就可以了 想经济划算的话 推荐BuyVM 他们家的服务器速度 比数字海洋略慢 但是胜在经济实惠 512兆内存的小机 每个月只需要2.5美元 折合下来一年只要98人民币 而且这个服务器是没有流量限制的 数字海洋每个月有1TB的流量限制 超过就需要额外付费 我目前使用的一个组合是 一条自己搭建的代理服务器 平时自己上网用 或者说使用美国的银行账户登陆用 一般都是用自己搭建的代理 基本上也能跑满贷宽 最主要的是自己搭建 独立IP 安全隐私上有保证 另外我也购买了IPLC代理服务 主要是看今晚的流媒体用 虽然价格比较贵 但是体验非常好 毫不夸张的说 看了境外的4K流媒体之后 你就会发现 国内的所谓的蓝光和4K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用IPLC代理服务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目前我的频道视频 已经全部升级到了4K 一个10分钟的视频大小 基本在3-5G左右 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对速度的要求也大幅提高 用普通的代理 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传好视频 IPLC路线基本上能够 跑满上行和下行带宽 每期视频基本10分钟以内 就可以上传完成 效率的提升非常明显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能够在选择代理方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